我是钱子 我现在在泰国 我已经被人控制了 我的腰子已经被人嘎了 我现在所有发的视频都不是我自愿的 这是最近好多小伙伴对我的评论 问我为什么在泰国发视频 为什么不回小伙伴的评论 今天我就为常看我网友的视频们做个视频 首先很感谢小伙伴们对我的关心 目前我还挺好 未来安不安全我也不知道 接着我解答小伙伴的几个疑问 为什么我一直发泰国的视频 如果你们看我之前的视频也就知道 其实你们看到现在我在泰国的视频 都是我过年那个时候拍的 已经大概是一两个月之前的了 后来我又去了一个月的斯里兰卡 在那也拍了一个月的视频 但目前为止还没有剪出来一期呢 这就导致很多小伙伴以为 我这两个月一直在泰国 然后我在三月十几号的时候 又回到了泰国 那个时候网上对泰国的舆论 还不是这么的这么恶 你们懂什么意思吧 就大家还会认为泰国的物价低 泰国海鲜便宜 泰国是一个旅游胜地 所以我就想我怎么都是回国 不如我就从泰国中转一下 机票还便宜 再多拍几期视频 结果刚到这儿 泰国一下子就变得不安全了 网上的舆论就已经让我有点受不了了 你问我泰国安不安全 我不想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判断 但咱们一定要记住一点 君子不利于威强之下 谁碰我 无论是做任何事情 只要有一点点风险 我们就要考虑你能不能承担这个风险 就像我跟你说 吃生烟的海鲜 老外啊 泰国老外还是挺多的 就像我跟你说 吃生烟的海鲜 会引起腹泻呕吐 甚至有可能寄生虫入脑 那么如果你能承担这个风险 你就吃 泰国你有可能被尬腰子 有可能被绑票到老窝 能承担这个风险 你就来 就像这些老外一样 承担不了 不想承担 咱们就回国 我的机票呢 是三十几号 我也不想退了 那我就先在这 先躺平几天 争取发一发口播类的视频 如果没有口播的视频 我也尽量搞一些 避坑的视频 因为我发现了 其实我们来一个国家 它不只有美好 泰国还是有很多坑的 我在这里检讨一下 因为之前我也说过了 出来旅游或者出来玩 我是尽量带着一个 比较美丽的心情 所以很多事情 我得过且过 没有那么较真 呈现的视频 都是以美好为主 但是出来旅游 哪有那么多的岁月静好 无论你在任何国家 任何地方 游客都是带载的高阳 那是必有一些套路和镰刀 在等着你的 如果这几天胆肥了 那么咱们就去探一探那些 被某些不良博主 花费鞭子了 但是咱们网友真实去 必踩雷的店 其实我也拍了一两期了 只不过还没更新出来 好了吧 生活如此美好 本次视频到此拉到 感谢观看 拜拜再见 其实也不怕被尬腰子 赶快回博吧 还在这嘟个啥呀 尬你腰子 然后那个斯里兰卡的视频 咱们马上就发了 你们别着急啊 给你们看看我的腰脊 哦 这小的好白 腰脊还在 拜拜 拜拜 拜拜